这个蜜虫 那一罐蜜虫 蜜蜜是什么? 是一个东西的 怎么样? 一个东西的 紧密程度 好 一个东西紧密程度怎么看? 什麼叫做一個東西的緊密程度 一個群的個體 在前面 剛才這裡是個頭 比 比你衝動 一個群 一個個體的母 之間的距離的距離 緊密程度比較多 所以 一個個體跟一個個體之間很靠近 跟一個個體跟一個個體之間很遠 所以我們就說這個很 密度很小 對 那個密度很大 對 是這個意思 好 問一下 這本書 假設我拿一個這麼大的鐵 你看到裡面東西我們都緊緊的靠在一起 鐵 應該吧 對 應該是這樣 沒有錯 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 好 好 細喔 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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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裡真的好細喔 大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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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一下 這兩個體積大致上相同 剛剛有說相同嗎 他快樂也是相同的 好 誰比較重 鐵 試試看 大概是鐵啊 欸不是鐵喔 這是鐵喔 這是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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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比較重 來試試看 這比較重喔 來試試看 有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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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感覺 有感覺 不一樣的東西 當然不一樣的東西 有感覺 有什麼覺得過嗎 感覺 哪一個 覺得嗎 哪一個覺得過嗎 確定嗎 敢講 應該有敢講 resultado 你敢不敢為你的想法做 哪一個要中 又不是他結果了 跟我講 他只是刷你 我當他只是刷你 我就說你一直爽別人 我在爽別人 人家是這個人 你就說真的嗎 你還要猶豫 我再問你 是要讓你更堅定你的想法 對 你敢不敢為你的想法做堅持 做捍衛對不對 如果你是 真的嗎 那怎麼辦 那你就是會猶豫啊 表示這個想法不是你的想法 好了 同樣的體積大小 越來越相同 可是你看得出來 是鐵的力比較重 可是你看 骨頭把刀拿切開 你會發現說 這個比較輕的地方 這密度比較小 中間這個很開嗎 你看到裡面的東西 見得很開嗎 看不到 看不到 他都是一樣材料很整齊 對不對 對啊 所以密度是什麼 這個是一種密度沒有錯 這講是這樣 人口密度的話 這個概念沒有錯 一個人跟人之間平均的距離 可以分成人口密度的這種表現 沒有錯 來 你剛剛說話 不要轉過來 不要一直看你的學衣 轉過來 參考考慮 不要想 要參考慮一下看我 來 說 那個切開 然後不會看到它比較遠 不會看到它比較遠 因為這小的為什麼 不會看到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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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們都是原本結構 排得很認真 所以原本結構 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一個結構範圍 它實際上看不太出來 它們差別 看不出來 很差別 但是它本質會這樣變 本質會插在原子殼裡面 原子殼裡面的結果 不一樣 比如說舉個簡單例子 好了 比如說假設是 李跟皮好了 李跟皮 李皮 跟皮 這兩個圓出來看的話 它兩個有大小 兩個圓大小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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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比較大 誰比較大 不知道 是的 它們現在差不多要太多了 它們一個裡面 原子殼也有一樣 一個姿質 這邊有三個姿質 對不對 還有中指 中指 好 它們兩個原子殼不一樣大小 可是它們體積差不多不一樣大 可是在一個原子殼裡面 誰決定它的資料 原子殼 原子殼 原子殼裡面什麼東西 在接原子殼 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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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中指兩個在原子殼 因為它們比較重 一個原子的 一個原子的磁量是由紫跟中指來決定的 那一個原子的大小誰決定呢 紫 紫 什麼 大小誰的原子 電子 電子 電子旁邊繞來繞去的 電子跑來跑去 很快跑來跑去 噢 電子把那個空間給撐開了 噢 所以電子撐開的空間越大 那個原子越大 電子衝開 撐開的空間越小 它原子越小 那電子撐開大或小 跟誰有關係 跟誰有關係 跟原子有什麼關係 來 說說看 跟誰有關係 跟旁邊的東西有關係 你看 你看 你看喔 電子在負電對不對 對 直子在什麼電 正電 正物相吸 對不對 所以電子會被直子吸引 所以它跑不掉 所以它維持一個範圍 在這範圍跑來跑去 這範圍就代表原子的大小 對不對 那大家決定了 那基本上 我們說 這個原子 你看這個原子 這個原子 直接排那個很整齊的時候呢 它跟另外一個原子 假裝另外一個原子 也排那個很整齊 基本上它的大小可能差一定不大 可是裡面的東西差一定沒有很大 這裡面的原子盒可能有兩個字 加上兩個宗旨 對不對 三個字加上三個宗旨 這邊可能是四個字加上四個宗旨 好了 誰的密度大 腳上大的差不多太多了吧 是它的密度大 因為它裡面的質量比較大 緊密的程度看起來大明小異 可是因為它的質量比較大 所以它比較重 所以基本上我們講密度的時候 雖然有點像緊密程度 可是它更是 我們把質量 分配在一個體積身上 把質量分配在一個體積身上 這樣知道意思嗎 分配 分配的時候是誰出於誰 假設我們要把蘋果 你現在提供分給八個人 就是出體積 出於八個人對不對 就分給八個人 就是把這個質量分到這個體積身上 所以說把質量分到這個體積身上 這樣很麻煩 對啊 怎麼樣這樣麻煩 蛤 怎麼樣麻煩 沒事 沒事 好 所以我們基本上 我們這裡已經複習完畢了 第二章的物質呢 就你們自己看了 課本上 因為它不會很複雜 好